Kiss House Daily Lesson 470节课 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下一个话题就是 雅思考试,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没有时间复习的这个问题 那今天呢,就一个小小的跑题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 怎么样去兼顾自己带孩子工作,然后还有备考这三件事 那我是谁呢 我叫Michelle,我是Kiss House的就是一对一 coach 然后呢,我是在20年8月的时候考过了 一一类的,它的最高的一档的分数 当时总分是8分,然后呢,我的听力是9 Reading是8.5,写作和口语都是7.5 原先我的分数的话是8,7,6.5和6这样子 特别是口语当时就是卡在6有好几次,还蛮沮丧的 整个备考时间呢,是三个月左右 但是因为当时20年有疫情嘛,所以我最后考试的时间会稍微晚一点 OK,那下面就说一下整个大家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遇到的学生有很多都是分为这三类 要么就是大家现在在可能在全职工作 那平常工作都很累嘛 其实我当时也是在有一份全职的工作 而且呢,当时工作是经常要加班的 那上班的时候其实是会消耗很多精力跟情绪的 你下班回家以后真的是只想躺在那边不想动 嗯,可能学习动力没有那么足 然后还有一些是大学生 大学生不用说了,本身就有很多课 然后呢,还有很多学生 他们可能是在写论文啊,或者是找实习啊这些 那平常也很难找出这种完整的时间去复习 那还有一类就是有孩子的 回家要陪孩子 那有小孩子的话一般都会黏着家长 要陪他玩这个玩那个 你可能也没有很多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去练习 嗯,我当时的话是 先是有全职工作 同时呢,有一个孩子 但是我一个比较幸运就是 我有公公婆婆来帮我在我上班的时候带孩子 但是下班以后还是要我自己带 那这个就是我跟我女儿的照片 那个时候它还很小 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是怎么样去兼顾这三件事的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你要想把三件事都做到一百分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复习之前就要想清楚 你的备考重点是 你的就是整个生活的重点是什么 你只能抓大放小 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你就是要承认你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 我不是一个就是超人 我能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满分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排好你的优先级 你每次,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起来 你要做的这些事情里面 哪一件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 还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人吧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很难接受 说我的工作做不好 这样子我一开始下班的时候 如果今天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 或者是比如说deadline没有 就是我一般比如说deadline是今天了 然后我如果到最后一刻再把它赶好的话 我心里会很慌 那其实这一天会影响我的心情 然后也会影响我的雅思复习 但是后来呢,我想清楚了 其实我在备考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学雅思 那我不可能说我每一天都把工作和雅思做得好 所以呢,我就会把雅思放在第一位 其次是把我的宝宝带好 当时我的宝宝的话是 在我备考阶段吧 他是在还没有到一岁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是特别依赖我的阶段 但是好处就是 他还不会说话 所以我不用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聊天 那我就在陪他的时候呢 我自己可以有一点时间去复习 然后 下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专注在当下吧 比如说你在上班或者是在学习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没有做好 你就不要再去纠结了 特别是当你已经回到家准备复习的时候 你现在就不要去纠结说 我今天白天有哪些事没有做好 我只去关注我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完全给到雅思 好好地学好这个雅思就好了 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个是我来自就是 大家有看过那个北京折叠 就是他的那个作者呢 是郝景芳 他之前就是有过一个论坛上的分享 他自己是一个 也是他有孩子 然后他自己有三份同时在做的事业 同时他还是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作家嘛 那他怎么样去能兼顾这么多事 他就说他不会去追究 每一天都是完美的 我每一天都把事情做好 这个不可能 但是我可以在一个月去拉平 比如说我今天的重点 我就是好好地学雅思 但是我明天呢 我可能昨天的雅思 已经达到了我这周的学习目标 那我第二天我就会把工作 放一些重心在我的工作上这样子 这样我一个月只要拉平 平均下来 我的平均线达到了 我的这个月的预期 对我来说 我这个月就过得很完美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觉得 其实是很重要的两点了 在我备考之前 我是完全无法想象 因为当时我是刚刚怀孕嘛 然后我是无法想象有了孩子以后 怎么样有时间去复习呢 但是后来我是能做到每天 就是工作日的时候可以有三个小时复习 那其实重要 重点不是我怎么样去挤出这个时间 而是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一个就是你是有很强的决心 我相信我一定能考过的 只是时间问题 就是你需要这么想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学生可能 英语的基础没有那么的就是 没有那么的扎实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成绩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学生是五分啊 或者是五点五这样子 如果你的目标是七分或者是更高的话 你不要觉得说 我离那个目标分数有很高的鸿沟 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唯一和别的基础 比较好的学生的区别 只是说你的问题比他会多一些 那你需要做的只是说你找出那些问题 然后一个一个去解决 总有一天可以考过的 只不过你需要找问题的时间可能会比别人会更多一些 你只要付出努力一定是可以解决的 我当时呢就是说在练习写作的时候 我每次去找那个改作文的时候呢 我看到那个作文上面全都是错误 我一点都不难受 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看到错误多就说明 我这次改作文 我又发现了有一些新的问题暴露出来了 那只要我解决它 我下次就不会犯了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种怎么说成长性思维吧 就不是一种固定性思维 你只要觉得我每天都可以在进步 你就会有更多的信心去考过这个考试 然后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 你要有很强的意愿去学雅思 如果说你在复习雅思的过程中呢 你更多的是因为我可能对这个专业不是很 不是很喜欢 然后想试试看其他的专业 那你是不是真的特别想学这个新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或者说像我一样 我当时是因为想要申请移民嘛 那我对我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是不太满意的 那当时对于我来说 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尽快考过雅思 然后给我一个可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 体验一种新生活的一个机会吧 所以我当时对于我来说 这个雅思就不光是说一个很痛苦的复习了 而是在我一天很累的工作的情况下 这个雅思是我每天实现我梦想的一个时间 所以对于我来说 其实内心深处 虽然雅思学习的过程会比较枯燥 但是其实我潜意识里是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今天充满动力的一件事 所以大家可以静下来想一想 你是不是具备这两项决心和强烈的意愿 desire 然后想就是跟大家一个建议吧 就是说 不要用毅力去支撑你的背考 因为我们人的这个意志力啊 是一碗水 你用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你如果一直只是说 我要忍着忍着 不能玩不能玩 我就要学习这样子 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去长久的 你一定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愿 去想要考雅思 如果你现在还有一点迷茫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 你是不是真的必须要考过这个雅思 很想很想考过 如果你是这种学生的话 你一定是可以考过的 下面呢就分享一下我的整个的复习时间 其实我整体的复习时间不算特别长吧 我一周是19个小时 因为我平时工作当时就是比较忙 基本上每天下班到家都已经八点了 早一点可能七点半 晚一点的时候有时候八点半才到家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抽出很多时间在家里复习 我的工作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主动复习的时间就是两个小时嘛 一个时间就是早上 我会五点钟起床 复习一个小时 因为我全天只有这一个时间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干扰的 家人都还没有醒来 然后另外一个时间就是我午休会抽出一个小时 有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间呢 后面我会说就是我会练口语 剩下的时间就是有一个被动复习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在通勤的路上去做 周六的话就是四个小时 周日我通常不会安排复习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七天都学习的话 很难去做一个有持续性的学习 不是很sustainable 所以我周日我会选择完全不去想雅思 去找一些好玩的活动 让自己去放松一下 那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困惑吧 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你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三类学生 很多时候你是没有整段的时间去复习的 那怎么办呢 我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学习计划去做分类 像我们Kiss House的课程的话 其实有几类的学习的模块 听说读写分开来以外 还有就是我们有专门的背单词和听写的联系 那你如果把这些任务分成两类的话呢 我是分成了主动复习时间和被动复习时间 主动复习时间指的就是 你需要必须要真的坐在电脑前 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打字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下面的这张白色的图片 它这个话就是包括听写肯定是要坐下来做的 然后听力和阅读的做题 这个不用说 写作我们有技能一二三的一些刷题的练习 然后还有写整篇文章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需要看一些听力阅读写作的视频课 也是需要打字才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说你没有报名我们的课程也没有关系 你平时你在练习的时候 这个字门的不同的练习 肯定也是有很多这种输出型的练习 那么另外的一类复习就叫被动练习 是你不需要打字你可能手机上看一下屏幕 或者是听一听声音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比如说像背单词 背单词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 还有就是我们课程里的手机刷题练习 或者是如果你像找这些Cambly的老师练习口语的话呢 也是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口语视频课 如果你平时有一些听就是比如说看YouTube 或者是听Podcast的习惯呢 你也是可以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这个练习了 那我的刚才提到我午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一般在这个时间里呢 我会自己一边就是走出我的公司 在旁边的那个江边一边散步 相当于是一种放松 一边就举着手机 一边走路 一边跟Cambly老师聊天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提高我的口语 当时我是一周三天 每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练习 那段时间让我觉得 就是用这种很放松的形式去练口语 反而让我讲口语的时候 会更加的自然和流畅 OK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时间呢 就是当时我的宝宝还比较小 所以我哄他睡觉 还有他喝奶的时间 我也会去做这个练习 我也会去做这些被动的复习 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我当时是在上海上班 然后呢通勤的路上 我是有八公里 以前我是坐地铁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对我来说会更有益 我就变成了骑单车去上班 还专门买了一辆单车 然后呢这样的话 既可以有一个锻炼身体的时间 同时呢这个路上是完全没有 这种地铁的噪音的干扰 然后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整片的时间 我就可以或者是 我有的时候可能会看视频课 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会 就是听一些其他的这个听力的材料这样子 OK好 下面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些小tips 就是说如果你在学习的当中 遇到这个专注力不够的时候会怎么办 很多学生也是跟我们反映过说 他学的话经常容易走深 就是会学着学着不小心 然后就开始刷手机 或者是学了一半觉得有点无聊了 然后就会有点思绪飘到其他地方就回不来了 那给大家的两个方法吧 一个是你要尽量的去排除干扰 首先呢可以去用手机上的设置 去限制手机各种APP的使用时间 特别是很多大家都会忍不住想要刷 比如说B站啊或者是 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之类的 你去限制一下它的使用时间 另外呢就是尽量保证你的学习环境 是百分之百没有人打扰你的 其实我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的宝宝当时会经常会打扰到我 所以后来我原先我有的时候 会是在他醒来的时候学习 后来呢我就放弃了 就是说都是在他睡着的时候 尽管一天只有一个小时 但是呢这个效率我是能保证是最高的 如果说就是他当中 比如说他已经醒来的话 那我一定会放弃掉这个学习的时间 因为我是希望就是说 可以让我的学习效率是达到最高点 而不是说仅仅是在那边去耗时间 那第二个提高专注力的方法呢 就是一定要学会让自己放轻松 每一周有一个cheating day 就像健身一样 你至少要有一天的时间呢 是可以完全不去想雅思去放松的 你也可以跟家人出去散步啊 或者是去看电影和朋友出去shopping都可以 那除了这一天以外 你每一天都要有专门的娱乐和放松的时间 我很担心就是有些学生呢 他因为很着急 然后就会从早到晚都在学雅思 这样呢时间久了以后 你可能可以坚持两周 到第三周一定会进入瓶颈期 很难坚持下来 确实是比较难 就是有一点违背人性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直用这种毅力的方式去做的话 好然后最后呢 就跟大家总结一下 怎么样去挤出复习的时间和提高效率 首先第一点就是记得抓大放小 给我们平常每天生活中这些重要的事 做好优先级的排序 第二点呢 就是你要有强烈的决心 还有这种很强的意愿 我一定要考过雅思 第三个就是把你的任务去做分类 分为主动复习和被动复习 这样就会利用更多你 比如说上班通勤路上啊 这些零碎的时间去复习 最后一点就是要排除这些娱乐性的干扰 然后呢让自己的心态放轻松 不要一直学一直学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跟大家的分享呢 能帮到大家学习 如果你想系统学习本节课相关知识点的话 我们有三个方式可以帮到你 第一个方式就是到我们的网站kisos.com 去注册一下七天免费课 你会终点学习写作的六个保分技能 三个七分的保分模板 以及12个逻辑链 怎么去回答50个高频题目 口语部分会学习四个万能原因 以及一个万能故事 怎么样帮助你去回答 part 1和part 2 80%的题目 听力阅读的8分必备练习 同时还可以在我们的论坛上 和其他小伙伴进行交流 第二个帮助你们的方式呢 是我们每周会更新三节免费课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以及币站 会分享一下应用这些保分技能里面 会遇到一些问题 以及别别练习是什么 在YouTube上面 我们已经分享了400多节课程了 如果你想去学习 8778全套保分模板的话 我们有两个付费课程 第一个是自学视频课 第二个是保分一对一课程 保分一对一课程 最快考过速度是写作 或者是口语一门 提高一分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四门一起提高的话 最快的同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每门提高一分 你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下面的链接 去了解一下课程介绍